松晨浩国际有限公司日前捐赠了一批来自花莲小农辛苦种植的水果给花莲市清洁队 要感谢他们在农历春节维护市区环境的辛苦 也希望借由赠送水果的举动提醒队员们工作时要多补充水分以及维他命C 松晨浩董事长廖美燕日前协同总经理廖梓杰到清洁队赠送巴勒、柳丁与香蕉 这些都是来自花莲在地小农所种植的水果 市长卫家燕与清洁队长吴庆展则向松晨浩表达感谢并颁发感谢状 肯定他们照顾小农的贴心并以人本关怀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在过年期间清洁队非常的忙碌 那不止今年放假的天数最多 那其实今年的垃圾可能清除的量也特别的多 那在这边董事长也说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不管是物资还是一些水果都会持续的 来帮助我们清洁队 也给我们清洁队一些补充能量跟营养 不管是小农的水果或是肉粽甚至一些月饼都会来捐赠给我们清洁队 董事长廖美燕表示松晨浩用心于临终关怀也着重于社会公益 除了捐款或捐赠物资给弱势族群与社福机构之外 也会以实质行动来照顾小农 已经连续多年采购水果赠送给清洁队及养护机构 希望能分享小农爱心灌溉的成果 也感谢清洁队在农历春节期间维护环境的辛劳 记者 徐立芹 华林市报导